你们知道扮猪吃老虎的石浩有多牛吗 上界的强者们惨遭戏弄 直呼石浩可怕的像个魔王 书接上回 石浩在与祖父的铃声分别之后 便重新回到五行洲打探消息 想要寻找祖父真身的下落 恰巧在这时 布老山为了能让秦浩在天骄大战崛起 他们邀请了各教的天才前来切磋 为的就是能够磨练秦浩 让他在真正的大决战开启前 见识到其他上界天骄多么超凡 当然想要请来这些大教中的初代天骄 也绝非一事 为此布老山开启了一处秘境 当作这次选拔大赛 传闻那处秘境是一位 太古至尊涅槃失败后留下的世界 其中蕴含着各种造化与机缘 然而这处秘境非常独特 他会排斥教主级等强大的人物进入 各大神教这才同意了布老山的这次邀请 石浩认为祖父极为看重感情 这次秘境选拔赛 又将会是秦浩的成名之战 再怎么说 秦浩也是他的亲孙子 所以祖父一定会进入秘境与秦浩相见 石浩为了寻找祖父的下落 也只能选择进入秘境参加选拔赛 参加选拔赛之前还需要评测其战力 从数以万计的修行者中 选出三千名参赛选手 而石浩曾经在神碑上留名 甚至都超越了布老天尊 他自然不会担心无法通过考验 反而要很小心 怕将这里的石碑击穿 最终压制修为过多的石浩 排占了两千九百多名 险些出局 不过那些守门的大人物 对于这些排名靠后的选手 非常冷漠 完全就是将他们当成了一群杂鱼 然而一位老者一位深长地笑了起来 他热情地邀请石浩等人 前去火魔宫所在的区域 毕竟这些杂鱼毫无竞争力 可以让他们门派中的弟子收获更为丰富 甚至还有其他门派 想要和火魔宫争夺这群杂鱼 石浩瞬间愣住 头一次自己被人如此轻视 进入秘境后 必会让这些上界强者意识到人不可冒相 火魔宫的众人在秘境中 很快便找到了一处秘境 然而即便是神火强者贸然进入 也会遭到重创 所以石浩等人自然是被强行当成炮灰 若有敢反抗他们命令之人 就会立刻遭到诛杀 但若是进入秘境也将会瞬间毙命 火魔宫的一位老者嘲讽大 忘记告诉你们了 虚空中引用法阵 虽然勇气可佳 但不要乱闯啊 接下来的一位凶士宁死不屈 他准备与火魔宫的众人拼死一搏 可怎料根本不是神火强者的对手 一剑就被砍下了头颅 石浩自然是看不下去了 他暗中传言给其他修士 诸位还等什么 我等一起出手 不然解决已经注定 然而仅有两人做出回应 其他人则是无动于衷 石浩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别人不反抗 他也要为了自己的性命出手一搏 不过这时火魔宫的长老们暂停了行动 准备重新思考如何破阵 石浩见状也没有立刻行动 很快火魔宫拿出了一架七阶天梯 其作用便是可以用来横渡法阵 起初火魔宫并不敢轻易拿出 怕失落在里面 直到确定了这里没有竞争者 且有巨大造化 这才冒险拿出七阶天梯来夺取宝物 四位神火强者率先迈上天梯冲了过去 鹰脸大造化落入旁人手中 而石浩看到火魔宫的强者们消失后 他便趁机开始了对火魔宫的疯狂袭击 只见石浩接连挥动三拳 几名尊者镜的高手瞬间化为血武 所有人都瞬间愣住 他们不敢相信一个杂鱼竟如此强大 要知道几位神火强者 早已探查过他们的实力 确定他们难以反抗火魔宫的压迫 这边又有一群火魔宫强者 想要围攻石浩 但石浩攻击力过于逆天 又是一位尊者被直接打爆 化成大片血雨 他现在无所顾忌 全力出手 如真龙闯入群犬中 大开杀戒 血雨飞扬 然而圆天秘境外的火魔宫长老 看到族中强者纷纷被淘汰后 彻底傻眼了 有弟子哭诉地说道 月老 我族进去的那些强者 几乎全被斩杀了 月老 你就解像我族所在的区域 选送过去一个怎样的魔王啊